Hello,欢迎来到Steve Living Steve生活 请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今天这个视频会为大家介绍不同水龙头的种类 而且还会仔细的跟大家介绍 每一种水龙头和它一般上都会使用的地方 市面上都会卖着两种水龙头 一种是围嘴式水龙头 英文叫做beap tap 然而另外一种叫做柱形式水龙头 英文叫做peap tap 在这里水珠代表水的流向 你可以看到水龙头呢 水是从旁边横式的流进水龙头里 再往下从喷口流出 然而柱形式水龙头呢 水是从下面直式的往上从喷口流出 接下来的片段 我会介绍不同种类的水龙头 和它一般上都会用到的地方 首先你会看到的是我们一般上都会用的螺旋式围嘴水龙头 它用于浴室、厕所跟carpush 第二种水龙头呢就是手柄式围嘴水龙头 它是用来控制洗衣机跟你洗车的时候水的大小 第三种水龙头呢就是螺旋式柱形水龙头 你可以看到它的手柄是螺旋式的旋转 它一般上都是用于浴室跟厕所来控制洗手盆的水的大小 第四种水龙头呢就是手柄式柱形水龙头 它的用处跟螺旋式柱形水龙头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差别在手柄而已 接下来就是额锦式水龙头 为什么叫做额锦式水龙头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跟额锦一样都是长长的 通常都有两种 一种是斑额锦 就是一个水龙头 另外一种就是双额锦 就是两个水龙头 通常都是用于厨房的洗碗盆 你可以向左或者是向右转 最后就是调温龙头 它是让我们可以在热水跟冷水之间做选择 一般上都是在有四季的国家里才会找到 马来西亚呢就会比较少用到 一般上都会用在厨房洗碗盆 浴室跟厕所 好啦 视频已经来到尾声 希望它能让你对水龙头更深一层的了解 以及购买水龙头时做出对的选择 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请记得按赞分享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